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堆在看空 今天马上开高就大涨 尤其美国股市昨天大涨了1086点 美国涨那么多 台北股市大涨是应该的 问题是当美国股市昨天这根棒子还没出来之前 谁敢看好 台北股市今天没有这根棒子出来之前 昨天还收最低 谁敢看好 我相信零的夜忠实观众 你们应该不陌生 我在两天前已经跟大家预告了 我在两天前已经跟大家预告了 两天前我是不是特别拿这张时间周期表 来跟大家做分析 我知道你会怕 所以特别拿我自己自创的时间密码表 来跟大家分享 固定的10天循环 固定的10天循环 我当时讲过 如果美国不抓华为的话 当时在这里双底出来 就要开始攻了 可是抓了华为把它打了下来 所以让整个时间周期从这边折回来10天 10天在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美国没有升息 那这里也会上去 所以你看美国一直在跌 台北股市为什么一直撑住 因为本来10天就已经反转了 那到最后又破底 就会形成10天的double 10天的double 所以当时跟大家讲 最后两天哦 你不要再去乱动作 最好能刚欢转 最后两天反转 我相信没有人敢这样告诉你 我相信没有人敢这样告诉你 那事后你印证 诶 真的是对哦 又被林特彦说中了 什么叫先机 什么叫分析 分析你就要事先讲嘛 你贴着盘面 这两前两天跌你说 保守你说空 今天大涨你说好 那不叫分析 那叫事后马后炮 林特彦都是事先告诉你的 我是不是讲两天内反转 你看这根黑棒 我说两日之内反转 你看最新的图形 是不是两日之内就反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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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边下来double 我原本十天double变二十天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今天是不是第二十天 今天是不是第二十天 所以我在礼拜二的时候特别跟大家讲 这边不是空头 绝对不是空头 一大堆车空的股票 怎么会是空头呢 如果是空头应该是 空单都大赚嘛 你看我从六月份空下来的时候 大家股票欧白空探钱嘛 那个就是空头嘛 在这个地方一大堆车空的股票 那不是空头 车空股只有多头才会有车空股 所以这个地方只是相信整理还没结束 外资主力先把想做空的人车上去 等到盘反转之后就会开始涨了 所以你说这两天就是尚买了 让你联系的时候 美国的部分我也是这样说啊 对不对 道琼这次跌得夸张的点 我说自作念不可活 原本一开始就营造一个 十二月份美好的一个环境 美中贸易九十天的蜜月期 当时如果不要抓华为 已经站上所有的均线 就是冲出去的嘛 那你抓了华为又来个升息 当时如果不升息的话 对不对 从善如流不升息的话 那第九天这里又反转 也是去的嘛 那结果你又升息 又政府部门又关门 又把它打下来 所以说这里会double 这里会double 那double算的话 剩下最后两三天时间的 有没有 我就讲最后两三天而已 你看这个图形是不是 跟我预告的一模一样 美国股市 是不是也是跟我预告的一模一样 最后两天时间而已 是不是上去了 主要一开盘就上去了 所以 您很愿意研究时间周期 我在看大盘很准 我不是 看涨缩涨 看跌缩跌 我都会事先先跟你预告 所以我说 赶快买就对 这两天是最后减贫货的机会 昨天台北股市开高 开到这样 我就讲啊 因为当初的人吓到 全部认赔杀出来 我还预告 黑白去认赔杀的 隔天你会后悔 隔天你一定会后悔 那这有没有后悔 有没有后悔 一开局面开高 六四八八环球晶 昨天被一大堆人骂的狗血淋头 说你多败多败 只有零人业还是继续告诉你 我这里买上去的 二零屋买上去的 三百六卖一下 拉回来两百八买 两百七家嘛 不要看那么短嘛 你做到那里带要做什么 一定要当初 当初真的跟这好谈 你要赚大钱 给他一点时间嘛 相对低点可以了嘛 我两百八买 两百七买 昨天收 收在 两百六十四 两百六十四 264嘛 我又不是神 买在最低点没后悔 那今天大涨 掌停板 两百九了 昨天一堆人在骂环球晶 今天又一堆人讲 啊我有环球晶 那你们最老心 勾伊朗 掌也讲 爹也讲 我不是魔术师啊 很多人都说 啊 你们的一下子 下跌都 下跌就是说环球晶 那彪老师哦 每天孤表都不一样 耶 讲的很精彩 我又不是魔术师 今天憋一朵花给你 明天憋一颗球给你 后天编一只鸽子给你 每天都有不同的把戏 我不会 我是分析师 我是一五一十的分析 一五一十的操作 让你看到我们真实的内容 所以我长也讲 我爹也讲 对不对 买进卖出压回来再买 短套有什么关系呢 对那今天涨停板了 今天所有股票开盘都大涨 国具也是啊 昨天尾盘被杀那么低 也是很多人在骂国具啊 我说有什么关系 打下来隔天又开回去了 有什么关系 你看今天一开盘又开到 三百三十几块钱 三百三十一块 这随时都会出去 随时都会出去 今天台北股市大涨 成交量八百亿三亿 警察不敢买 还没有反应过来 不敢买 看能不能再堆下来 再来捡便宜货 你去想一个道理 主力法人 他们是善心人士吗 赏户不敢买 赏户都没有买 赶快下来 让你们捡便宜货 我们在一起走 有没有可能 你看今天 三大白人的部分 兼外资 我们现在看一下 外资间在做什么 外资间 买了七十几亿 外资间买了七十几亿 买了七十六亿 哇 好久没看到外资大买了 买了七十六亿 那买了七十六亿的钱 的前提是什么 买了七十六亿的前提 我是不是给大家看过 我昨天特别跟大家讲这个 昨天 礼拜三 十二月二十六 昨天破新低 二十五 大跌一百多点 外资 台子旗 没有跑 没走 昨天 破新低收低 外资又大买四千多口 外资重压台子旗多单 又回到四万多口 回到一万一千点的仓位了 所以外资昨天已经 在跌的时候加码台子旗了 你知道今天 外资台子旗费多少钱 没有要七千口 进多单够要七千口 两天加起来一万一千口 现在又台子旗进多单 又创新高了 外资的手法就是这样 先买台子旗买完之后 他才会买股票 那他大买台子旗 大买股票 他还会蹲下来 让你捡便宜货吗 想清楚 刚才要开始而已 才刚开始而已 你趁路买就丢 你不要再想说 等押回让你再来买低点 有押回算你问起后 正确的 他不一定会下来 很有可能就直接上去 如果依照 我自己本身在研究计量图的角度 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我昨天跟大家讲了很多精辟的东西 比如说 搭空 是多头的产物 所以这里绝对不是空头 另外一点 昨天也跟大家分享了 以台子旗的状况 目前量的分配 目前台子旗量的分配 这是我自创的计量图 准确率百分之百 你看以计量图的角度 这是连续两年 这是今年 这是去年 这两年量的分配 上半年在10500之上 最后这两个月 最后这三个月 在9800以下 去年也是一样 这里形成了一个大空洞 连续两年都是大空洞 那既然这两年大量坐在这里 那么接下来他不需要量了 那不需要量会怎么样 他会直接很快的就站上9800 甚至于直接站上9900 当站上9900之后 那么未来就是9800 9900到10500 在这个区间里面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接下来你会看到 接下来你会看到 量能互补的动作 所以这两行你不要想说 他会再蹲下来让你减 如果有的话是你去到 正常情况 依照计量图的角度来说 正常是未来的 正常他是不会下来的 他很有可能就直接 站上9800、9900 然后往年线去靠了 所以你减度买就对了 赶快买就对了 你看今天涨第一天 前两天叫你赶快买 最后两天的反转 今天才第一天而已 我们就大丰收了 环球晶涨停板 环球晶涨停板 国锯也大涨 对不对 6180橘子 橘子 大家都知道 我对六十几块 六十二十三做起来 涨到80 阿老师买不到 最近好不容易压回 铁线 我们赶快加码 73块半 74块钱 今天一开 77.7 涨了5% 涨了5% 这随时都会冲出去 今年贪11块 八十块乘去就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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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二三 但是随时都会开始冲 今天它是比较弱的一些 可是我们从这里买上来的 这今年贪30块的公司 这里都是很好的机会点 我今天买了一支新的股票 大家都知道的 我今天买2377 微星 今天在强棒初级部分 一开盘 我就通知买微星了 今天强棒初级一开盘 一开盘 我通知我的会员 74.5买微星 74块买微星 同时强棒初级提供给大家 强两三天短线的也是微星 LINE8的好友 LINE8的好友 早上都有收到 一开盘没多久就通知了 买微星 微星 我们一开盘就通知买74.5 最低 还来74.2 好 还来74.2 全部都买得到 全部都买得到 买到之后涨上去 77.8 起来七八去 我昨天特别跟大家谈到 我做主机板的部分 我不看好技嘉 因为技嘉被比特币影响太深了 你看昨天打一根尖还是出不去 技嘉被比特币影响太深了 第三季已经给你没贪钱了 微星的重点在竞技的部分 在电竞的部分 所以微星受比特币干扰 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前三季已经6块钱了 所以全年至少8块钱以上 全年8块钱以上 获利是15年来最好 获利15年来最好 股价从130 跌到60几 左肩底部 右肩一个大底完成 获利创数理新高 股价在底部 这最漂亮的啊 林来院专门找底部的基欧股 我的特色 你长期看我节目都知道 我带货员的原则 我的原则很固定 我不会带你队贯 我不会带你买的导致的股票 我不会带你买的导致的公司 我们开大门走大道 我只买底部的基欧股 最赚钱的公司 股价跌到底部的时候 我带你去买 风险不大 行情涨起来 利润很可观 你跟着联合操作 我就是这样带你做的 你可以安安全全的买 不用每次一追高 套在天花板 多可惜啊 多可惜啊 你知道我操作的过程 六四八八环球金也是啊 六八六到两百再带你买的嘛 二零四九上银也是啊 五百多跌到剩下一百八 我们才开始买的嘛 是不是 这是二三四七 二三七七 微星也是 这又是一档底部的基欧股 同时也是一月份要起涨股票 现在要买的买的什么 买元月期涨股 元月的期涨股 我说过各行各业 每家公司情况不一样 有些四五六旺季 有些七八九 有些十十一十二 有的一月份开始进入旺季了 所以已经早就进入旺季 股价拉高的你就不要去摸啊 早上即将进入旺季 股价都在一月份起涨的 螺月嘛 这云月起涨股 我来说五天 我们今天下去买 LINEAT好友 ATPRO888 好友都知道 对 六地五地我不知道 我说两天后 我们会员也下去买 也提醒你了 五月大家会去啦 这搞不好一上去 你要做东西都没关系 要做长做短都没关系 昨天很多人在骂 在骂平概股 我知道 讲的是是而非 被抵制啦 卖的那么贵 销售不好 平概股没机会 说到一大堆 我昨天针对苹果的销售策略 跟大家做很深入的分析 你如果昨天没看到 你去看昨天的节目 后半段的部分 我特别在讲平概股 那是一个观念 观念对了 你的动作就对了 你看昨天 苹果 涨多少 昨天苹果大涨7% 去用公的那些人败 结果大气 平概股 我们来看平概股 平概股我只锁定一档 再一支 我只锁定可乘 平概股我只锁定可乘 为什么锁定可乘 你来看可乘 这是可乘的 可乘连续5年营收的分布图 很清楚的 前面都是淡季 每年从8月9月10月到高峰 11月12月会掉下来 1月份重新再进入淡季 所以它的旺季都是从8、9、10 11月份也算是旺季 其实已经过了高峰期 可是还是营收还是很高 历年都如此 历年都如此 可是股价走势 平概股是唯一不一样的 平概股的走势跟旺季 淡季颠倒的 给大家看可乘 这是可乘的周线图 这样一格是一年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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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年一年的格 这样一档 这条线就是1月1号开始 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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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最近的连续6、7年的 可乘走势给你看 你有没有发现到 旺季跌 旦季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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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季跌 旦季涨 旦季涨 每年8月9月以后 可乘都是从高点掉下来 有没有看到 每年8月以后 可乘都是从高点掉下来 每年从1月份开始 1个月开始就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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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开始就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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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平概股很多人 分析都是错误的 你看8月9月 苹果在推新机 很多人一直要介绍平概股 介绍到最后 全部都大跌 对不对 GIS 多少人200块钱 再介绍GIS 那拨到80几块 90几块 那完全就是错误的 平概股是跟业绩颠倒 这是个机会教育 这只欧的乡 平概股就会贪钱 每年平概股 都是从1月份开始涨的 我们来看可乘 为什么平概股我只做可乘 因为今年没有错 苹果销售 价钱定太高 影响到它的量 所以很多平概股 今年获利是会衰退的 可是唯独可乘是 等到后的 光是前三季就27块了 就27.3了 27.3 连续两年才28 今年前三季就27.3 第四季最好的行情再加进来 全年37 38 例年最好是32 今年是37 38 最好的一年 最好的一年 股价是在5年的低点 股价是在5年的低点 依照它例年1月份开始涨 1月份开始涨 1月份开始涨 例年都是1月份开始涨 例年都是1月份开始涨 你觉得这里可乘会不会涨 历年来最好的获利 股价从400跌到剩220 很多人在骂它 我也搞不懂 高的时候一堆人在捧 低的时候一堆人在骂 这完全都是错误的观念 完全都是错误的观念 可乘接下来 只要这个平台230一过 开始正式进入年度的多头行情 那这是不是又是一档 圆月的期涨股 要买你就还买这个 要买你就要买这个 对不对 我们现在全力锁定 圆月的期涨股 全力锁定圆月的期涨股 圆月抢标股 一月份就是在唱年终奖金啊 标股抢下来 红包就薄薄 你就很好给 可是你不要去买那种涨很高的 买底部刚要开始 是圆月的期涨股 我前两天跟大家介绍好几档 每年都从7月营收降到12月 1月开始营收上来 所以它的股价 除了平概股是颠倒啦 其他都跟营收走同步 每年都是1月开始涨 1月开始涨 1月开始涨 每年都是1月开始涨 每年都是1月开始涨 业细好涨 业细好涨得多 业细好涨得多 业细烂涨得少 每年都是1月份开始涨 今年的获利 4块 最近10年来最好 要不可以开始吞噹 云月的期涨股 另外这支 5、6、7、8月都是淡季 10月、11月、12月 尤其1月份 这三个月会计我最高 行情都从1月份开始涨 都对1月开始 前三季已经涨12块 历年都是第四季最好 历年都是第四季最好 那前三季12块 古泥探11块 第四季加进来 这还涨到18块 完全没去 今天还打下来一次 我就要等这一个 今天打下来一次 我们153、155买 尾盘拉上去162 当天现买 现赚5块 这支后边的标 这支后边的标 全新的 圆月期涨股 全新的圆月期涨股 我还有两档 我还有两支 那月开始买 我再等买点出现 圆月抢标股 抢到了 红包就保保 您就好过了 我们今天推出 圆月抢标股 333 有三个好康 哪三个好康 第一个 我赚一家会去30%的股票给你 让你一档股票30% 30% 30%的赚 赚快快速的赚红包 第二个好康 三个开始算 三月开始算 前面两个月让你先赚再说 三个月开始算 第三个三 让我保留个秘密 想要知道第三个好康是什么 打大线来问 我们的副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圆月抢标股 333的活动 我们一起来抢 过年的大红包 祝您操作顺利